判判 你可不要听刘欣的 大事你要自己定 咱们可不能搞假燕姿 咱们可不能像刘感痘那样 咱们要实事求是 注册资金就是四万 我们可以学习刘感痘的创业精神 你说呢 可不能学他的外门邪道 要了吗 您还惦记着我呢 就这样 刘董事长 您还来访评问苦 看您说的 妈 我是专门看您的 你这个奸商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妈 你说那天你跟你舅舅为那几个洗澡的钱吵 你是抄给我听还是抄给你盼盼姐听 妈 你说你误会了吧 我批评我大舅和你有什么关系 再说我大舅那个人 你不也一直批评吗 我是接了您的班 继续教育我大舅从今做人立心功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 你不认识一下早就是一路货了 好了 说正事 妈 听说你们的买卖要开张了是不是 是啊 你盼盼姐和你一样也是总经理了 是甜甜花卉商社的总经理 董事长是谁 董事长是我 妈 你还真是幻发青春了 还把我盼盼姐从社会主义的大铁锅里捞了出来 妈 你这社会主义的贡献可是太大了 好了 你把老妈的脖子都要搂断了 好了 老妈 为了庆祝您老 唤发青春 我们亚中集团公司请您到大巴黎罗马厅赴宴 并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孙立坤先生和您的老朋友香港大城国际公司董事局主席陈孟雄先生做陪 小四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可真不是开玩笑 宴会听我的包下来了 我大舅也去 你也太浪费了 我们这小小的商社开张 还用得着讲这么大排场 老妈 你还以为我真是请你啊 我是想让你和六老爷还有陈孟雄先生见见面叙叙有情 可能啊刘市长也去 好了 就这样了 到时候我派车来接你 好 爷爷 你就给刘市长打个电话吧 我们啊保证不谈东湖开发区的事 您放心绝对不谈 主要啊就是想让你们先聚一聚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聚的一起也不容易啊 再说了 香港的陈老先生 刘市长的妈妈都去 那刘市长不去好吗 就算胜利姐他当了市长 那你们也都是他长辈啊 都要是啊 香港那位陈老先生啊 解放的时候是个大烟鬼 他有今天啊 那时我可做了不少国 就是嘛 陈老先生一听说爷爷您在阳山 那激动坏了 眼泪鼻涕全都下来了 差点没发了心脏病啊 爷爷 这可是你们老一辈 长期统战的成果啊 那给刘市长打个电话 六三四二七四五 爷爷 您可千万别提示我们请的 刘市长啊刚到阳山 十分爱惜羽毛 我们请他几次都没请动啊 一见我们就躲 他这样做对啊 喂 奶奶 妈 判判 妈 您这是要去哪啊 敢逗请我吃饭去 奶奶我也去嘛 你小姑可没请你啊 那奶奶请我不就行了嘛 奶奶也不想请你 刘欣啊 你可别去啊 你小姑啊肯定摆的是鸿门宴 大姑 那我更得去了 我要是不去的话 我们董事长会有危险的 好吧 我就带你去 走 哎呀 这么多年了 这也晃多少年过 是啊 哎呦老爷 哎呦老爷 来慢点慢点啊 您好 是老先生 来来请请请 你摆的这不是鸿门宴吗 哎呦老爷 你想往哪敢呢 就算是鸿门宴 在鸿门宴上会会老朋友也不错嘛 小姐上茶 同志们 我们今天的市委常委会只有一项议题 就是如何解决红七煤矿的历史遗留问题 胜利同志工作很努力 一直沉在下面 也有不少新的想法 就是发到大家手上的那本科技园构想 这构想嘛 只是构想 大家可以敞坎的谈 好 兄弟同志 你是不是先说说 好 同志们 唐书记 唐书记原来答应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拿方案 后来改成三天了 三天拿出的方案显然不会很成熟 算是抛砖引玉吧 但是抛砖也得有砖抛 今天我就把这块砖搬来了 现在我想请原规划局局长陈涛同志马上到会上来 就扬山科技园构想的可行性问题 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不错 这是科技的 这个是为什么 可是这为什么 我老师 就是没有 路市长 你们大家都看我干什么 请陈涛进来 陈医长 你请坐 好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跟你说就是到了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的时候 我还不敢相信呢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 哎呀变化太大了真是让人不敢相信呢 这车还真不错啊恐怕要好几万吧 好几万 奶奶 好几万只能买半只轮子 这是奔驰 世界名车 一百多万呢 什么 这车要一百多万啊 这小哥可真能作孽啊 花一百多万买辆车 我提醒你们注意啊 今天的酒席上不要谈东湖开发的事 一句都不要谈 我们呢要讲五奖四美三热爱 可以谈一些传统呀 精神文明啊 谈改革开放什么的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刘董事长 小姑我也来了 刘欣 请你来给奶奶保驾护航的 好 你来的正好 今天呢 你除了给奶奶保驾护航 还要帮着小姑把客人给招待好 该唱唱该跳跳 这表现好了 小姑呢 让你在我们公司当公关部经理 真的啊 那我一定得好好表现表现 好 刘欣啊 我可提醒你 你是我们的业务经理 可不许闲贫爱富当叛徒啊 你六老爷来了吗 来了就在里面呢 妈 我说刘董事长 你也太浪费了 买一部车要花一百多万 还跑到这么好的地方来吃饭 你又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过去的苦日子 你刘董事长啊 是忘光咯 没忘嘛 今天就是要谈这事呢 你是要为西望工程捐款呢 还是为红旗矿的下岗职工捐款 妈 我们的事比捐款还要好 走 六老爷 谁会来了 你们看谁来了 我说你还认识我吗 陈梦雄 还能认得我 说明我没变的 没变的 来来来 大家里面请 好好好 司主任 请请请 六老爷 刘市长是不是答应来的 是答应了 电话里说定的 怎么了 请问乃问是孙立坤先生有您的电话 好好好 六老爷 我来扶您 不用不用不用 慢点啊 可能是刘市长 这么说刘存毅团长他就这么去世了 是啊 就这么去世了 可是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有时候做梦啊 还能梦见他 我怎么也忘不了 红旗逛八千职工啊 为他送葬的情形 是啊是啊 我爷怎么也忘不了他当年送我去接大烟 我们不要等了 他参加市常委会开会 还没散呢 可能要很晚 他让我向大伙致歉 爷爷 您都来了 刘市长他还敢不来啊 你胡说什么呀 这么大的一个市的市长那么好当啊 对对对 我们今天就不等他了 我们亚中集团呢 今天本来就不是请刘市长的 而是在座的各位老前辈 包括我亲爱的妈妈 各位前辈们和我们共和国一起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值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深深的敬重啊 今天呢 我就一杯薄酒表示我的敬意 来 老前辈们 好 为了你们相会阳山干杯 来 来 来 好 好 好 请 我说六叔啊 想想也真可笑 你说这五九年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这一跑跑到三年自然灾害里了 连毛主席都吃不上肉 改革开放这些年啊 搞得这么好 可还说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说明啊 我们的党成熟了 初级阶段就有这种水平 社会主义就有说服力喽 为了取得这种说服力啊 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 六老爷 我们国家这几十年的路啊 真是走得太不容易了 你看我吧 我就是个缩影啊 我呀 生在你们说的三年困难时期 得到的第一个名字叫困难 这文化大革命一来啊 得 我又改名叫敢斗了 我一个姑娘家 我和谁斗啊 敢斗啊 你的这个名字啊 还是你爸爸在皮斗会上给人起的呢 刘欣啊 刘欣啊 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一天到晚的 不是追星就是跳舞 这政治考试的时候 连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哎呀 你可不知道 我们这些老前辈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说刘小四 你什么时候也成老前辈了 妈 我这不说的是刘欣吗 在他面前 我当然是老前辈了 刘老爷 刘欣 顺便向您汇报一下 为了展示我们国家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 让刘欣这些小同志 对我们共和国的历史有所了解 更加热爱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集团呢 计划搞一次大型的传统教育活动 好 对今天的这些年轻人呢 进行一次革命传统教育才太必要了 来 为你们致富不往国家 不往下一代 我这个老同志敬你一杯 谢谢刘老爷 来 干杯 干杯 小四 这事我怎么没听说 妈 我这人只做实事不讲空话 妈呀 我告诉你们 我们亚中取之于社会 也要回报于社会 你看这陈老先生作为香港的老板 还不断的捐助我们的希望工程 我们亚中作为改革开放方针的受益者 我们也不能忘了回报社会 当然了 我们也接受社会的捐助 我也捐助 我还带头发动一些老同志也捐助一些 刘老爷 您和您的老同志就不用捐了 哎呀 你们为了 为人民辛苦了一生 又不是贪官污吏 哪有那么多钱捐呢 是啊 你们那就做做顾问 对我们多多指导就行了 如果可能的话 你们可以捐些食物给我们 具有教育意义的食物 我们公司呢 准备搞一个一千五百米的展现 六老爷 展现您懂吗 就是展台和展窗的长洞 敢动啊 既然 请我们做顾问 那我就发表点个人意见 好的好的 我的意见是啊 这一开始啊 不一定搞得那么大 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发展 这否则你们的包袱啊 就太重了 这包袱重了可不是好事 你们啊 要回报社会 同时要好好地发展自己啊 对对对 六老爷 您的指示太重要了 既然孙主任当了顾问 那我也表示表示啊 尽个心意嘛 我呢 先捐上八十万港币 你们不要嫌少啊 好 谢谢 谢谢你 陈老先生 我说 好 行 通过了 赞成 赞成 大伟啊 我们通过的决议是把你的坏分子的帽子再给你戴上 六叔啊 你还说呢 我这辈子啊 我够倒霉了 七九年 连我刚摘了坏分子帽子就碰上这个流感痘 我就被他监督上了 我从来就没自由过 连婚姻都是流感痘给包办的啊 这现在又让我离了 再给我包办离婚 好了 别听他的 大家请 来 来 这个方案花的力气可能会大一些 困难也肯定会多一些 可他最大的好处是 不但保住了东湖和青年林苗圃 还给阳山带来了新的水面和绿地 好了 我都汇报完了 如何决策就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了 对了 关于饮水城湖配套工程的方案 我得感谢汤书记 汤书记对我早期方案的批评 引发了我的新思路 汤书记 没想到陈涛一说就是四个小时 您看我们是不是休会先让大家吃饭 不不不 趁热打铁不休息了 让食堂送点汤面过来 好嘞 您身体吃得小吗 没那么多事 咱们接着看 好 同志们 那我就接着陈涛同志的话说下去 资金紧张一些 困难也多一些 加上红旗矿工人新存改造的问题 工程量不小 这些都是不利因素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给自己出了点难题 刘欣 你不认识 你就唱一首你最拿手的《屋里看花》怎么样 不行 你再想个还有什么更好听的 这首歌好听 不行 要不我给你们唱一首《爷爷在等待》吧 就是那首《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小刘欣 小刘欣 你能不能唱一首带劲的革命歌曲 那 那我再唱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吧 现在的孩子们 连一首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从这点上看 可以了 我这一首歌 带到了 你必须爱温暖 也会是说 我没看到 你贸的 会 无法 似的 我 坚持 我 都 不 没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从我分管的角度来看 我比较倾向于接受科技员的方案 当然 唐书记过去提出的那个方案也有不少合理性 王部长说的也很对 老郑 你不要跟我含糊其词好不好 有什么说什么 唐书记 我们还得对后代负责 大家还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如果没有新的意见 我提议进行局所表决 我赞成 我仍然坚持汤书记提出的方案 这是最现实也是最负责的方案 我再重申一下 王部长 你别重申了 你的意见不都谈过了吗 我建议还是举手表决 汤书记 我看这简单举手表决恐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吧 那就这样抄抄下去才是最好的办法 难道你就不着急 我提议对科技员方案进行表决 同意的请举手 汤书记 会上争论的那么激烈 说真的 我没有想到您会带头举手支持我 如果没有您的支持 这个方案 只怕在常委会上就通不过 你的头脑可要清醒啊 这么大的动作 一旦跑汤 局面可就难以收拾了 汤书记 那您怎么还 解决了环境问题 总比我的那个方案合理性更多一些吧 另外呢 还要请专家进一步论证 这北京和省里呢 都要派人去跑跑 一上任 就和您产生工作分歧 汤叔叔 这真不是我的本意 我知道您在阳山市的威望很高 我对您的感情 就像对我父亲 这些话就都不要说了 赶快把工作抓起来 不但说服我 更重要的是说服上面 对了 你在省政府干过三年 各路诸侯都收 必要的时候啊 你亲自出马 让那些管钱管务的诸侯们 都到阳山来看一看 让他们好好看看 多争取点改造资金嘛 汤叔叔 那您就把演给我看的戏 再演一回 感动感动上帝嘛 胡说 我给你来这时候可以 你可不能给他们来这时候 没有感情基础嘛 请他们来之前 先把环境方面的工作做起来 陈涛不是说了吗 白马河离红西煤矿 只有六公里 先把水给引进来 清清凉凉的 让人一看 就是那么回事 对 您说的对 退一步说 就算咱们不上科技园 环境也是要改造的 还有那个陈涛 该让他出来工作了 规划局长老蹲在苗埔里 算怎么回事 唐书记 这件事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 您看这样好不好 让陈涛出面 来抓这个科技员 我同意 他个人的意见 他辞职以后 也非常后悔 前些日子还和我说 您和侍卫 对他给予这么大的厚望 求贤若渴 把他从北京要过来 有违以重任 他非常感激 胜离啊 这是你的话吧 这个年轻人 他不骂我就谢天谢地了 康叔叔 谁会骂您这样的好书记 他心里真的是非常敬重您 王总 您看 按您的指示 我们把标译都贴好了 您看怎么样 行 写得好 五脉开改革开放的步 就走不上共同富裕的路 写得好 就这么写 王总 王总啊 这两条标译都这么写啊 都一样啊 您看看 是啊 就这么写 刘市长啊 他看不见这边 还看那边呢 就这么写 挺好的 王总 上面好像没有这个提法吧 我有这个提法啊 骂你 想当年在天河县里砖我的证 大标译贴我们家门口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 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王总 您这不是拉着刘市长一苦思甜的吗 所以我说你们这帮猪脑子啊 听听啊 今天啊 你别跟着我跑天跑后的了啊 弄不着你了 老子得亲自出马了 好 小五子呢 小五子刚被公安局放出来 喝多了 被治安拘留十五天 他有功了他啊 他躺在功劳不上睡大觉了 马上给我脱来 有他好看 好 好 对了 你还给我接一下钱远 用我那九八最新款的SRK230 把他给接来 钱远马上知道 王总亲自去接他 好 那行 关于陈涛的工作安排呢 我来出面和组织部门找个招呼 这个小青年说辞职就辞职 组织部门对他也有看法 我来做工作吧 汤书记 那就谢谢您了 这叫什么话呀 正常工作嘛 胜利啊 你今天不是要去玩玩玩的吗 对 有个情况呢 我要先和你打个招呼 王桓桓这个同志 毛病不少 成绩啊 也不小 是咱们市里一个典型 这次呢 东湖开发区的方案一否 可能会有些损失 你心里要有点数 他呢叫老师就听着 别太合得认真了 好 汤叔叔 我觉着您对王桓桓 可是情有独钟啊 王桓桓也不容易嘛 他带着一方治了妇了 还搞起这么大个企业集团 对我们杨山的贡献不小 要爱护要保护嘛 可是 保护归保护 该批评也得批评啊 都说我护着王桓桓 其实批评他最狠的就是我 我看呢 怕是批油了 他真有点啥都不在乎的样子 刘社长 王桓桓又来电话催了 我知道了 王桓 你们欢迎市领导把我把他干什么 我又不是市领导 你不是市领导 可你是市领导的领导啊 我说话 这你就错了 我呢 在外面会刘市长领导 回到家里还会刘市长领导 整个一个被领导阶级 你在我身上进行感情投资 可找错了对象了 你这说什么呢 你这么说 不就把咱们这点酒精考验的传统友谊说没了吗 我告诉你们说 今天这第一位光临我们黄桓新村的 是我当年在天河的亲密战友和同志 也是我们刘市长的丈夫 大家鼓掌 鼓掌 好 黄桓 我看你真是搞得不错 想不到咱白水沟里蹦出你这么个王大蛤蟆 怎么 没少偷税漏税 坑害国家吧 你说什么呢 我黄桓集团之所以到今天 一是靠党的富民政策 二是靠唐副帝一贯支持 这位是我们公关部的主任周青青小姐 我请个大学生 我说嘛 一看就不像白水沟的人 是 我们白水沟的人皮粗肉厚是不是 你看我们请来的小姐白白嫩嫩的是吧 现在讲究市场经济 只要有钱 什么人请不来 就说我们这位周青青小姐吧 我每个月给她开两千块钱人民币 她能不来 青青 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 好好陪陪我们这个贤远大哥 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听见没有 黄桓汉 我可没有任何要求 刘市长来了 刘市长来了 快陪着 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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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们王总多事 我来他就不奏乐 你要当了市长 我们王总就奏乐了 好 行 好 你看我的行车 看 这边请 好 请接 唐书记 唐书记 您找我 坐吧 我要和你谈谈陈涛的安排问题 还有什么可安排的 唐书记 您是知道的 是他自己要辞职的 我正准备把这件事 当个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典型 向省里包材料呢 你千万别跟我胡来 是人才我们就得用起来 唐书记 不是我个人发牢骚 我看这个问题不是个人才的问题 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维护领导干部权威的问题 我们不爱财吗 他陈涛不是我们请来的吗 刘市长 不是您要来的吗 你看看 现在搞成什么样子 您的方案 说否就给否了 可杨山的一把手是您呢 这件事不仅仅是对与错的问题 而是涉及领导干部权威的问题 好好好 王部长 你不要说了好不好 在这件事情上 刘市长和陈涛是出于攻心 可客观上他们确实 可确实影响了我的领导权威是不是 你要记住 领导权威不是靠权力压人 而是要一理无人 在这件事上 刘市长和陈涛他们是对的 再说了 丢点个人面子这没什么 只要是对人民负责 说实在的 在这一点上 你们都要向刘市长学习 刘市长要是也像你们某些同志一样 只照顾领导的面子 他我老头子的眼色行事 这个摊子我还真不敢交给他 好了 不说了 对了 陈涛同志的安排就这么定了 好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你们拿到常委会上讨论一下 好吧 好 那我走了 王部长 我可再强调一下 你们务必要全力支持刘市长的工作 唐书记 您都能想得开 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全力支持就是了 不错 很不错 不迈开改革开放的步子 是走不上共同富裕的路 欢欢 你这同志还真有一套 怪不得汤书记这么支持你 市长 你是知道我的 我这人讲义气 也支持汤书记 但凡汤书记开口 啥好人好事我都做 这不我们这刚开完会 下午还要到民主路两旁去义务植树 我亲自带队 义务植树 王黄焕 你是受了汤书记的罚吧 这 唐书记不乏 我们也得直 美化城市 美化家园 刘市长 我还得向您汇报一下 这两年我们捐了一座希望小学 还捐了慈善基金 前两天 对了 还有我给下官职工捐了20万 对 王总 我们还有动物园认养了一批猴子和狗熊 对 对 还有一批动物呢 欢欢 这就对了吗 致富不忘国家 不忘社会 这不说了 对了 市长 我可不是向您叫苦 现在社会上这风气可真是不太好 你看各个牙门小鬼真难缠 你看这三天两头的赔吃饭不算 还要赔桑拿 还有卡拉OK 你说我们花几个钱不要紧 可关键是这赔不起这时间呢 您不知道市长 我们王总最近特别忙 一大阶阶业务还不说 王总还得学习呢 最近为了扩展海外业务 这阵正学外语呢 欢欢 你还在学外语呢 是 What is your business overseas 司仅事 田医生 晴晴过来 我过来 在 maximalist市长 是听 manchmal市长 她是说什么的 What is your business overseas 刘市长问你 你在海外业务是什么 是 刘市长 我们的海外业务 那是 这个 我去旗迅刚才跟我说了一下 是贩卖人口 你别听千万的胡说八道 我们那是劳务输出 我们做这项业务那是OK的 可不是吗 组织劳务输出也是一条安排多余劳动力的出路 黄黄 你的外语还不太过关 我的经验是学外语一定要持之以恒吗 Yes 咱们前头看看 好 刘师长 你看看 怎么样 不错 一片田园风光 黄黄 你们下水是怎么处理的 粪便和生活污水又是怎么处理的 您不都看到了 这四周都是农田 啥处理不处理的 往地里一排又省钱又肥地 幸亏没把东湖边的一号地给你 这要真给了你 只怕杨山市人民要喝粪汤了 市长 你这一当市长不要紧 东湖开发就泡汤了 我可亏大了 您知道吗 我早期费用都用了几百万了 光环环花园小区的规划设计费就是一百二十七万 还有陪树苗啥的 再这么下去 你看我这 谁让你去规划设计的 活该 市长 你得给我来个低内损失低外补 昨天我就在会上说了 市长过去救过我的命 这次还会救我的 你都成大财主了 还让我救 市长 我是打肿脸充胖子 市长 你们那个科技员有什么项目能让我上的 再说再说 市长 你来一次不容易 从得给我留点念想 那么你就干点威力工程好不好 帮我改造一下矿区的工人新村 威力 这力有多大 别过讲价钱 你干不干 干 我干 工程一招标我就通知你 还招标 那我求你市长干什么呀 市长 你这不吃饭就走啊 前远代表我了 别别别 胜利我可代表不了你啊 再说我还有事我也得走了 你走什么 今天是星期天回去也没什么事 缓缓也不是外人 你留下吧 缓缓 我走了啊 好好好 可 市长慢走啊 走吧 市长的首席代表 你走啊 走走走走走走 走吧 陈涛我现在过去 马上去现场 陈涛你怎么你怎么又来了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的 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那也是你自找的呀 唐书记正在给你安排工作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再啰嗦了 好 就这样 好